从旁边之人身上收回目光 龙丘道轻轻摇头 肖大人在某些方面 真是固执得可怕呀 而肖天带着龙丘道和花财头速度很快 在这明亮的天际之上 划过一道痕迹朝一处方向飞去 人生地不熟 先去花财头原本活动的区域 了解状况再做打算 不然只是个无头苍蝇到处乱窜 百花玉核心区域 花神城 这里有着一株参天古树 巨大无比 远远看去就像是连接着天地 位为壮观 庶名花神古树 庞大的花神古树的枝叶之上 坐落着一个又一个的建筑群 来自花头族独特的建筑风格 让这些乌语楼阁五颜六色 错落之间仿佛是朵朵色彩绚丽的花朵绽放 色彩点缀着这花神古树 整个花神古树便是这花神城 古树的树冠顶端 有着一朵绽放的巨大花朵 绽放的花中央 则是有着一座古老的殿堂 殿堂内 花神古树之中的藤蔓 生长到了这古殿之中 刺入了他们的身体 并且藤蔓内游走着庞大的力量 不断朝着他们体内灌注 仿佛是要强行将他们提升境界一样 殿堂中 花头族组长这帮实力顶尖的存在 都被彻底地困中 可想而知 百花玉已经成了砧板上的鱼肉 任人宰割 你到底要干什么 花头族的组长花之和 瞪着前方 忍不住嘀吼着 他很痛苦 拔苗助长这种事情 可不是什么好事 刺入体内的藤蔓 不仅困住他们 里面不断灌注体内的力量 纯净且强悍 头顶的花已经闭合 化作一个巨大的花苞 里面不知道蕴含着什么 可这样的力量 他不想要 因为 这些都是来自于死去的族人 面前这个披着黑袍的陌生强者 屠戮着他们的族人 吸取他们的灵魂 凝炼成这精纯的力量 灌注给他们 这帮强者 这样的变强 他们根本不想要 花枝和他们不断地提升实力 变得强大 只是为了这茫茫万界 保存自己一族 繁衍生息 可对方 却用自己要保护的族人 那些年轻 有潜力天赋的孩子们 来盗灌他们 古老殿堂中央 披着黑袍的身影 陡然一抬手 花神古树生长的藤蔓 愤出一只来 如同长鞭发出破空声 骤然抽打了出去 狠狠地披打在了 花枝和身上 闭嘴 黑袍强者说着 陡然一握手 那鞭挞的藤蔓 便收紧过去 勒住了花枝和的嘴 嗯 花枝和忍受着疼痛 没有挣扎 这些日子他知道 想要挣脱 根本不可能 面前黑袍强者 让他实在不明白 到底什么来头 花神古树 是他们的精神象征 他们一族的圣地 过去 他们一族 能够祭祀古树 得到花神古树的祝福 甚至有外敌入侵的话 花神古树 更是他们一族大本营 能够帮忙 抵抗敌人 但这一次 花神古树 竟然听命于 这个黑袍强者 会被对方 轻而易举掌控 甚至 百花玉的世界之星 被黑袍强者 轻而易举地凝聚 花枝盒都完全猛了 这到底是他们 花头族的百花玉 还是这男人呢 如今 他们一族的强者 尽数是被困死在这个地方 承受着族中 后被死去之后 炼化而成的力量灌注 却什么也做不了 更是眼睁睁看着 世界之星 不断地凝食强大 绚丽七彩的世界之星 也在不断被金色渲染 夺走本属于 他自己的颜色 嗯 黑袍强者本身 是背负双手 盯着世界之星的进度 忽然察觉到了什么 他陡然转过身 朝着右边上方的角度 看了过去 整个古老殿堂内 同样有阵法凝聚 并且金色的圆形屏障 就覆盖这里 他看过去的角度 明显是浮现出了 些许的波动 穿过了世界障壁 黑袍强者 经不住眯着双眼 若有所思 强行穿过中卫 介于世界障壁 起码得二十阶到尽 才能有这样的本事 什么人 忽然到来 难道是逃走的那些花头族 从别的地方 请来的救兵 黑袍强者自言自语 念叨出声 无断挥手 调整着阵法的角度 不仅如此 更是探查世界之星 感知一二 但依旧没能察觉到 确切动静 只能估算一个 大概的范围 想到这里 黑袍强者 打了个响指 啪 随着他的响指声 一团黑色的雾气 浮现出 主人 黑色雾气 缓缓消散 浮现出一个人形的身影 突兀出现的存在 浑身漆黑 仿佛存在那个地方 就是一片黑暗 朦胧的脸庞区域 闪烁着一对星红的光芒 小臂的区域 则是有着黑色的刀刃附着 跟身体一体 看着出现的身影 花枝和跟身边其他的长老 族中强者们 都是瞳孔收缩 雾刃族 为暗杀而生的一族 四肢从骨骼出 就生长出坚不可摧的刀刃 浑身弥漫黑雾 让他们能随时隐匿于阴影中 面前这个雾刃族 更是强悍的可怕 当初 黑袍强者根本没动手 而是这个暗杀者 将他们拿下 甚至都没发现对方的身影 他们就被割了四肢 卸下了武器 失去行动能力 大概是这百花玉 落宁部区域 探查下 是否有可疑的存在 黑袍强者抬手之时 世界之心中 投影出了百花玉的区域图案 无论花头族 还是外族 都直接抹杀 根据推测 应当是二十阶道径的 强者闯入 虽然跟你同境界 暗杀应该没问题吧 惊无形 隐藏黑雾中的身形 轻轻点头 轻轻晃动着双臂 闭任轻而易举地 切割着空气 发出痴痴声响 轻而易举 对方将会在 翘无声息中 没有痛苦地死去 至死 他都会对我感恩戴德 谢谢我让他没有痛苦的 离开这个世界 听到这话 黑袍强者也是笑了起来 看着对方 那么 我倒是提前 替他谢谢你了 百花玉 其内分有百部 曾经花财头 就是生活在洛宁部 而他的家乡 则是洛宁部的部城 肖天带着他和龙丘道 很快就已经抵达了 洛宁城的上空 肖大人 这里就是我的家乡了 旁边 已经佩戴着 鬼面面具的花材头 缓缓出生 而在他的面具之下 表情十分地复杂 毕竟 眼前这个城池 乃是他从下生长 且长大的地方 若非是情势所逼 谁又愿意离开 生养自己的故土 So 忽然 远处传来了破空声 仔细看去便能发现 披甲直锐的身影 正成队的腾空而起 朝着他们所在的位置而来 洛宁城守军 来者表明身份 前来的洛宁城守军 挺着兵刃 对着肖天等人 单单从这些花头族的神情来看 肖天就知道这百花玉情况 恐怕不太乐观 这些花头族 洛宁城的守军 各个都是神情为民 十分疲惫 似乎一直处于 紧张的情绪状态当中 难以放松 恐怕 也是因此将肖天等人 当作了敌人 冲突 似乎即将发生 等一下 是我 这时 花财头摘下鬼面面具 露出自己的样貌 原本冲过来 围拢在这边的一众守军 瞧见花财头后 露出一色 少城主 少城主 你不是离开百花玉了吗 怎么回来了 守军瞧见花财头 纷纷是收起了武器 你一言我一句 说了起来 此事说来话长 不过这次归来 有正事 讲到这个地方 花财头士 急忙向他们解释 这位乃是阎罗大天尊 介绍之后的花财头 却没得到肖天的反应 只是发现对方目光 透过鬼面面具 默默地看着自己 花财头仔细回忆 立刻恍然 急忙补充 肖天肖大人 听到这 肖天这才满意 朝着那帮守军 略作点头 而这一位 则是肖大人麾下 重坦圣龙骑兵 组合成员之一 龙丘道龙丘先生 而花财头 也是谨尊肖天 私下的吩咐 大声介绍 龙丘道默默地 看了眼肖天 肖天略微偏过头 不去看龙丘道 明昊 听上去就很强 很威风 加上少城主如此 态度卑微 这帮守军 也大概明白情形 连忙朝着肖天 和龙丘道横里 见过两位前辈 嗯 肖天背着双手 花财头向守军再道 先不要停留在这 先进城再说 我父亲 在城主府吗 城主大人的确在府中 只是 守军中的头领 欲言又止 不知道该怎么跟花财头说 见到对方神色 花财头知道 自己父亲只怕是出事了 先入城 花财头说着 已经急匆匆地赶回城去 肖天跟龙丘道则 是跟在花财头后面 进入前方 这个洛宁城 整个洛宁城的建筑风格 也是五颜六色 鲜艳至极 加上整个百花玉 绽放着金光 更显得光彩夺目 而整个城池的布局模样 也十分地有意思 宛若一朵绽放的花来 城中央 则是有一株巨木 生长而起 这里肖天他们没爆发 极快的速度 凌空向城池内过去的时候 见到肖天盯着那树不放 花财头则是回头 向肖天解释起来 肖大人 这个是咱们百花玉的花神子树 在咱们百花玉核心 有一株花神古树 这花神子树 就是用它的枝条 种植出来的 肖天略做点头 指着这花神子树 味道很清新 闻着就十分不错 提及这 花财头有些骄傲 的确 花神子树跟我们一族一样 能够净化天地灵气 并且更甚 除此之外 有花神子树的地方 种植浓物 灵药等 生长更快不说 质量也会更好 并且 花神子树的枝叶 本身也是上好的灵药 肖天若有所思 看着面前这一株树 捏着下八丝存起来 也不知道 这玩意做成签子 用来串青岩 养殖场出来的肉 会不会更好吃 或者说 整这么一株树 到青岩养殖场种植 会不会更好 嗯 肖天的话 让花财头的表情十分古怪 寻常跟他们一族 交易的商人 知道花神子树 都是想着购买枝叶入药 唯独肖大人 想着适用来当烤肉的签子 少城主 小心 旁边跟着的守军们 都是勃然变色 这位阎罗大天尊 居然在花神子树面前 如此不见 就算是花神子树 也是他们一族供奉 伺候的存在 当烤肉签子 此话说出口 简直是在 侮辱花神子树意味 无论是花神古树 还是花神子树 都是有自己的意识 会打人的 这位肖大人 花神子树前 得慎言 那守军 急忙向萧天提醒 并非是责怪 而是向萧天解释 为何如此 听了守军的话 萧天愣了一下 奇怪地看向花神子树 供奉 伺候 就一破木头 搞得这么正中做什么 而且 这花神子树一听 就是做烤肉签子的 上好材料 难道你们这树 如此霸道 让人说实话不行了 萧天这话 吓得那帮守军一大跳 少城主带来的这位前辈 太大胆了 如今 花神子树情况 跟以前不太一样啊 百花玉遭逢大变 花神子树比以前 也更狂躁 对他们一族 也没了原本的庇护之意 甚至 有消息传来 一些花神子树会 忽然狂暴 毁灭原本 他种植生存的城池花头族 嘎吱 这个声音 让那帮守军浑身 僵硬下来 他们纷纷抬头 惊恐地看着那花神子树 庞大的花神子树 粗壮的枝条 已经扭曲着弯了过来 那清新的灵气 也是弥马出 蓄势待发 好玩啊 这树 还能打人 萧天乐了 目光盯着面前 这株花神子树 食指微微活动 咔嚓 清脆的声音 忽然响起 花神子树 扭曲过来的枝干 接连爆裂 木屑纷飞之下 粗壮的枝干 变成了长短粗细 适中的一根根烤肉签子 而藤蔓 也是自行生长而成 带着青绿的嫩叶 将那签子一捆捆地绑好 随后 花神子树 那纤细的嫩汁 宛若柔软的手 捧着那一捆 捆烤肉签子 主动对到萧天面前 萧天眼中放光 朝着旁边龙丘道 竖起大拇指 妙啊 这树砍不得 砍了可惜 这是认怂吗 这是没底线吗 不 这叫勇于奉献 这叫分享 瞧见没有 这花神子树 一株植物 都知道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它的身体 用来串肉烧口 味道自然绝妙 幸福的味道 让人感到快乐 连树都知道这种道理 贾家却不明白 这就是他们 负灭的根本原因啊 所以 导致他们毁灭的 不是旁人 而是他们自己 动手的人 也是他们自己 萧天看着龙丘道 又看着花财头 一边收下这些木签 一边语重心肠的树说 这就是思想差距 龙丘道没吭声 他知道 在讲道理这方面 讲不过萧大人的 他扭头 看向旁边那花神子树 这种灵慧的灵植 或许比寻常人来说 更加能够感受到一些 特别的东西 他分明是 看出了萧天的可怕 单纯地怕被砍了而已 边上 花财头 只是稍微有点吃惊 萧天的强大实力 他早就已经知晓 可其他骆宁城的守城军士 却并不知道萧天实力 故而 他们看到花神子树 居然卑微至极 不惜自爆之干 来讨好对方 感觉自己的认知 在崩塌 花神子树 还是他们熟悉的那一株吗 确定 不是一株假树 不仅是这些守城军士 被惊讶到 城中那些花头族的一众族人 城中这些 普通花头族百姓 都是瞠目结舌 花神子树 他们一次供奉祭祀 态度虔诚 哪怕是最近花神子树 到处传来狂暴的消息 他们内心也只有惶恐 不管升起半分不尽 结果 他们敬重的花神子树 居然都 来到骆宁城的萧天都 还没做什么 就给这帮花头族 送了个冲击力十足的开场 萧天似乎是注意到四周动静 见到这帮花头族 都是意外地看着自己 心中一喜 好机会 他不动神色 朝着旁边的龙丘道 看了一眼 都不用萧天开口 龙丘道 就知道对方意思 无可奈何 他只能硬着头皮 朗声开口 花头族的民众们 这位是炎罗大天尊萧天 他知晓百花玉有难 特来相助 苦难 终究会过去 请相信 萧大天尊 定能够帮助百花玉 渡过难关 让你们一族 恢复往日正常的生活 你们的花神子树 也正是知晓这一点 才对大人这般亲近 讲到这个地方 龙丘道也看了 眼花神子树 眼神中的意思很明显 不想背看 就配合一点 助力城中的 偌大花神子树 忽然颤抖起来 树光哗啦啦地 不断甩出青绿的嫩叶 那嫩叶 在灵气的作用之下 变得五颜六色 炫彩夺目 各色的树叶 立刻环绕萧天四周 绽放成亮丽的花 让人完全没法 一开目光 不仅如此 花神子树上的枝干 也是如同手掌一样 彼此交错 仿佛在鼓掌 好 好强啊 这炎罗大 天尊萧天 到底是什么来路 居然让花神子树如此 哪怕是寻常的花头族百姓 也知道萧天 定然强大的可怕 不然 哪里会让花神子树 做出这样的行为 瞧那树冠之上 为了讨好这位 萧天萧大天尊 都快要秃了 一时间 群情激愤 一些花头族的百姓 眼中都露出希望的神色 因为百花玉这段时间 比之过去 要更加凶险 过去 莫名其妙死去的族人 都是一些年轻 有天赋的天才 反倒是寻常之辈 安然无恙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些普通的花头族族人 都开始莫名其妙地死去 加上最近百花玉的局势 也越来越混乱 人心惶惶 绝大多数之辈 根本没能力 也没资本 能够拥有虚空 非行灵气 离开百花玉逃命 只能留在百花玉 默默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是生是死 全看天命 瞧着四周这些 普普通通的花头族百姓 萧天略微挥手之意 便是示意花财 头继续赶路 而龙秋道 看着四周花头族百姓 瞧见他们眼中露出的 希望光彩 有些恍惚 萧大人 举动或许是为了挽救名圣 很幼稚 也或许是为了 花头族特殊的天赋 想把他们拼到圣魔玉 可不管如何 萧天终究是来了 也终究会伸出援手 挽救整个百花玉 对这些花头族 百姓来说 萧天的出现 就是绝望的黑暗中 照亮的一束光 此时此刻 对他们来说 萧天便是真正的救世主 前方 花财头继续带路 在守城卫君的护送之下 抵达了城主府 如今 这些守城卫君 看向萧天目光充满了敬重 甚至有一丝的卫君 这个男人 可是连花神子树 都要卑微讨好的存在啊 城主府相对来说 并不是极为的宽广奢华 进入府中之后 府中之人 看着围守戴着面具之人 都是愣了一下 直到花财 头再次摘下面具 城主府的下人 才惊呼出声 少爷 是少爷 少爷竟然回来了 城主府内 一个个下人 都惊呼出声 对花财头的出现 感到十分吃惊 少爷 您怎么回来了呀 城主府的管事 急忙上前 走到花财头面前 语气有些急切 城主老爷好不容易 才将少爷一家送走 让他有机会 保住一条性命 都已经逃出生天了 可为何少爷 要跑回来找死呢 父亲呢 花财头没回答管事的问题 反问出声 管事略微有些犹豫 最后还是继续到 城主大人 待在书房里 花财头明了 便是带着身后的 萧天 继续朝着府内书房过去 望着少爷的背影 这名上了年纪的管事 轻轻摇头 他不明白 少爷怎么就回来了呢 而且 跟在他身后的那两个客人 又是什么来头 感觉有些奇怪 花财头自然不知道 自家管事在胡思乱想 他带着萧天跟龙丘道 很快是抵达了书房门口 花财头靠近这边 显然是急切得很 急忙推开房门 父亲 话没能说完 花财头就已经是僵在原地 看着里面的情形 吓得脸色发白 萧天走到房门口 朝着里面看去 也是面色有异 书房之内坐着一个男子 单单从样貌就能断定 他是花财头的父亲 这洛宁城的城主 洛宁城 本身就是洛宁部的主城 身为一城城主 实际上也算得 上市一步之掌 风将大力 一方豪强 根据系统旺财的提示 对方是十六接物道境 当然 需要系统帮忙判断对方实力 并非是萧天感知不到对方实力 只是相较之下 对方太弱了 而让进入书房 吃惊的一点 便是花财 头的父亲 花精神如今的状态 神情有些许的萎靡 似乎很虚弱 一根藤蔓 从书房的底下破土而出 刺入了他的心脏区域 不断鼓动着 仿佛在从他的体内 汲取着什么 萧天等人 十分意外花精神的状态 花精神同样意外 自己儿子 怎么又跑回来了 你 你回来做什么 花精神焦急万分 他好不容易 才将孩子一家送走 脱离百花玉苦海 眼下百花玉 已经被彻底封锁 再也跑不出去人了 儿子花财头此刻回来 岂不是自投罗网 白白来送死吗 父亲 花财头急忙事 冲到花精神身旁 伸手想要去拔刺入 心脏的藤蔓 咳手又将在半空 不敢动 生怕自己贸然的行为 会给父亲 带来什么巨大的伤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不能拔吗 花财头看着父亲 声音都在颤抖 他看得出来 父亲很痛苦 可纵然是这样的状况 对方还在处理着 城中的事物 父亲如此尽职尽责 身为儿子 没办法给他分担忧愁 反而是自己去逃命 拔不动 这是花神古术的根系 怎么动的了 花精神摇了摇头 伸手轻抚 对方头上的花朵 花财头抬头 眼中泛着泪光 父亲 孩儿不笑 当时就不应该离开百花玉 胡闹 你离开百花玉 才是孝顺 花精神重重地拍了拍桌子 你们都是年轻壮年 离开百花玉 才能将我们一族开枝散烟 族长召集百部会议 筛选出 你们离开百花玉 就是散播火种 你何苦回来 花精神哀叹不已 还要开口教训儿子的时候 却发现一双手 忽然从旁边伸了过来 打断一下 萧天的声音突兀响起 让花精神和花财头 都纷纷看了过来 只见萧天的手 搭在了藤蔓之上 轻轻地这么一扯 啪哒 花精神这位十六街物 道尽全力出手 都不能损伤分毫的根系藤蔓 断了 断掉的藤蔓 陡然是往回收 这时 萧天抓着藤蔓的手 陡然收紧 原本松软的藤蔓 陡然绷紧 形成了拔河的姿态 干了坏事还想跑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萧天的手轻轻在发力 整个书房都开始振战 啪 啪 啪 整个书房的墙壁被崩裂开 地面高高隆起 伴随着萧天逐渐加大力道 根系藤蔓 藤蔓不断从地底破开崩直 弹得吐蟹 四散飞溅 旁边助力的龙丘道 体内灵魂之力 涌动之下 聚拢天地灵气 朝着上方一推 坍塌下来的天花板 顶飞出去 砸碎了院子里的一处假山 陷入地里 把人活害成这样 不赔礼道歉就逃 像话吗 萧天逐渐加大力量 那被拽起来的根系 不断延伸 朝着北面方向崩起 碰 这一刻 被萧天抓住的藤蔓 陡然崩碎 化作精纯的幽绿光芒 直接灌注 向旁边的花精神 哄 花精神浑身震战 原本萎靡的神情 立刻是变得精神抖索 浑身上下窥欠的契机 也是圆满充盈 仿佛从没受到过伤害 甚为奇特 地面之上 崩断之后的根系藤蔓 用极快的速度 飞快消失 跟逃命一样 转眼之间 是消失不见 不仅如此 在旁人看不到的地底之中 这断裂逃生的根系藤蔓 彼此接触 下一刻是阵战不休 逃的速度更快了 萧天也没再出手 如果他真的再次爆发力量 去动手的话 只怕整个洛宁城 就掀翻 城中还有不少的 无辜之辈 别因为自己蛮横出手 误伤了性命 可就不好 好了 现在你们父子团聚 才算是圆满 也能好好聊天了 萧天说着 指了止花精神的心脏处 向花财投道 随着萧天话音落下 书房四面墙壁 还唯一坚挺的那一面 轰然倒下 砸起一片尘雾 好好的书房 已经成了凌乱破损的空地 加上笼罩 在整个百花玉的金光 看上去十分明亮 龙丘道的手撑 在面具上 无话可说 花财 投望向萧天的目光 倒是充满了感激之情 父亲情况诡异 有生死隐患 但在萧天的手中 就是随手解决的问题 花精神 则是呆呆地站在原地 看着胸膛藤蔓根系的一端 干枯画作 飞灰飘散空中 体内损耗亏空 进阶补全 恍若梦中 近日 可能会夺走自己性命的危机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跟着儿子来到府中 出手救下自己的人 到底是什么来头 父亲 这边 花财投回过神 发现父亲还愣在原地 急忙低声提醒 儿子的喊声 让花精神醒过神 急忙向萧天行礼 多谢恩公救命之恩 都是自己人 一点小事 萧天摆手 让花精神别客气 自己人 花精神愣了一下 什么自己人 很快 花精神轻轻晃了晃头 无需想太多 救命大恩在前 无关紧要的细节 没必要考虑 恩公 眼下也不是说话的地方 不如一步后堂 我让人准备一二 花精神再开口 萧天点头 也好 请 花精神在前方领路 带着萧天 他们抵达后堂 城主府内下人办事效率很高 没多久 就是摆桌上了些小菜 萧天跟龙秋道 也不避讳 取下面具 本身面具 不是萧天要隐藏容貌 只是戴着面具 配合名号 让人更加印象深刻 学名叫人前显胜 俗名 装笔 父亲 我先介绍一下 花材投起身来 向父亲介绍萧天 这是救了孩儿 一家性命的恩公 阎罗大天尊萧天 您不知道 孩儿这离开之后 到底遭遇了什么 随着花材 投得娓娓道来 花精神才知道 儿子经历了什么 而他看向萧天的感激之情 更甚 也更加的敬畏 第二方线 悬浮山芋 尽管介于世界的位阶相同 可悬浮山芋 并非是他们百花芋 能够比拟 萧天能够一己之力 以绝对的实力 掌控悬浮山芋 就能说明很多问题 恩公 再次感谢您出手相助 花精神起身来 朝着萧天 恭敬行礼 并且敬酒一杯 今后 若是有用得着的地方 尽管吩咐 话落 花精神便将杯中之物 一饮而尽 萧天摆手 看着花精神 客气 此次我前来 先前你儿子 也已经提及了 花精神点头 看向萧天目光 都有些热切 有您帮助 百花芋说不定 真的有救了 不过 百花芋如今的情况 跟花财头先前说的 似乎不太一样 萧天指着门外 那映照着 整个天地的金光 所以 你得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花精神轻轻点头 看向萧天 理当如此 自从送走了花财 投他们之后 并没太久的时间 整个百花芋 就已经被封锁了 整个介于世界 已经被庞大的阵法笼罩 进出不得 也正是这个阵法 导致百花芋 处于这个金光之中 并且失去了黑夜 讲到这 花精神的表情 更加古怪起来 金光笼罩了整个百花芋 一遍也随之发生了 花神古术 暴动了 萧天和龙丘道对这话 倒是没太大的反应 他们只是 知道百花芋的中心 有着一株极为庞大的古墓 另一边 花财头 则是情绪激动 不可置信 父亲 你说的可是真的 花神古术暴动了 不错 花精神点头 心有余悸 那是卫父亲眼所见 就在上一次百步会议 花神古术忽然暴动 这个时候 我们才知道 花神古术 居然能爆发出 那么强悍的力量 花精神提及 当时的状况 都有些恍惚 显然印象深刻 毕竟在百花芋 花神古术 对他们来说 只是祭祀侍奉的对象 凝聚净化天地灵气 偶尔会给予他们一族 天才馈赠 帮助他们 在修行之路 走得更远更顺畅 一直 花神古术 都是温和的 其落下来的枝干 种植生长的花神子树 也同样如此 毫无异常 直到一个黑袍的陌生强者 忽然出现 他竟然能直接控制 花神古术 在他控制之下的 花神古术 爆发出了 极为可怕的战力 土下的根系 无间不摧的铁边 那树上的落叶 更是成为 风锐无比的利刃 几乎是转瞬之间 祖长跟长老们 都被彻底地拿下 封锁在了 花神古术之上的古墊中 要知道祖长 而是二十阶道径强者 都瞬间落败 花财投在旁边 听到这番话 是不敢相信 心中只觉得太 不可思议了 花神古术的存在 那是自己 从小听到大 从没听过动手 竟然 你们花头族一族的祖长 以及诸多长老 都被抓住 你是怎么回来的 边上 龙丘道忽然开口 询问心中疑惑 先前那根系藤蔓 又是什么原因 龙丘道的问题 让花金神叹了口气 表情凝重 那个黑袍强者 放了我们 让我们各自回去 咱们打也打不过 能怎么办 只能回来 谁曾想这只是开始 有几个百花玉的大部主城 已经彻底沦陷破灭了 动手的正是花神子树 而且也是被那黑袍强者 强行控制了 那些主城的花神子树 直接将无辜的百姓 纷纷杀害 而花神古树的根系藤蔓 更是生长了过来 将那里的强者力量 汲取得干干净净 放走我们 并非是饶过我们 而是将续养的牲畜 赶回了圈里 等到对方需要的时候 再来收割罢了 只是最近 动静没以前声势 那么大了 只是偶尔会有 花神古树的根系藤蔓出现 汲取我们的一切 花金神的话 让前堂之内 陷入了诡异的沉默当中 龙丘道面色凝重 不清楚这黑袍之人 此举的起因 花财头则是面色悲哀 没想到族人 遭逢如此劫难 原本祭祀的花神树 却要了他们的性命 萧天任 真的品尝着桌上的菜 都是素 却做得比荤菜还美味 萧天寻思 要不要让中阳明 来学一手 不过 你怎么确定 花神古树和花神子树 就是被那个黑袍强者 控制了呢 萧天又加了一筷子 边吃边问 花金神神吸口气 看着萧天 因为被控制的时候 无论古树还是紫树 都会被一层金光笼罩 上面更有着纹路流转 就如同那黑袍强者 头顶的金角上 流转的纹路一般 萧天筷子停顿了一下 再次开口 能不能 让我看看 那个元凶的模样 萧大人请看 花金神头顶的花 涌动灵气 带着雾气凝聚成一道身影 将他所知道的元凶模样 清清楚楚地 呈现在萧天面前 主人 的确是古神族 我们得到古籍书写者的一族 经过比对 粉毛女仆娘 朝着萧天解释 哼 这一族名字响亮 干得却是偷鸡摸狗的事情 萧天心里轻哼一声 继续吃菜 不吃饱 哪里有力气抓贼 洛宁城 金无形出现在城外 有阵法指引 以及这里 花神紫树波动的气息 让他前来一看 金无形隐藏于阴影之中 悄无声息的潜藏 进入城内 一位合格的暗杀者 就得藏匿于黑暗中 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 一击必敌 顿走离开 不留痕迹 嗯 隐匿城中 潜藏在建筑的阴影之下 金无形抬头 看着城中央的花神古树 有些吃惊 这树 怎么秃了 还不等金无形回过神 路过的花头族百姓议论 吸引了金无形的注意力 你们说这个阎罗大天尊萧天 真的能解决咱们的问题吗 不知道 看上去挺靠谱的 没看到花神紫树都得讨好它吗 的确 这情形太罕见 咱们也是第一次见 隐藏的金无形 轻哼一声 天道气悦 眷顾着我 金无形内心 有些高兴 如此轻松 就得到了线索 阎罗大天尊 准备迎接死亡吧 洛宁城中 金无形大致确定 主人提及的强者 应当就是这个阎罗大天尊 萧天 到底是让主人 都为之重视的存在 竟然能让花神子树 这般委屈求全 纵如此 哪怕是得到了确切的情报 金无形也没急着动手 有句话 说得好 谋地儿后动 目前金无形收集的情报 还有限 他得游离在洛宁城中 再仔细探查一二 得到确切的结果 才能方便动手 身为强大的暗杀者 不可莽撞 在没绝对的把握之前 不能贸然动手 金无形潜藏在暗影当中 不断地听着百姓们的交谈 不仅如此 他还潜入营地之中 探听守城军事的谈话 仗着种族的天赋 经无形这名雾刃族的顶尖杀手 就这么依靠在黑暗中 静静地聆听 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 他在脑海当中 已经将当时的情形 完美构建出来 再度重现 情报能够收集得这么顺利 也得益于萧天先前行动 十分高调夺目 花神子树的动静 更是击破了整个洛宁城百姓的认知 导致他们情绪高涨 讨论得十分热切 几乎每个人都在说这方面的事情 事情越轰动 越劲爆 越容易激起 让人的议论 自然 也让金无形的 到情报更加轻松 难道说 这个萧天跟主人一样 有着特殊的能力控制花神术 或者说 拥有什么东西 或者手段 能克制花神术 夜色已深 金无形依旧行走在黑暗中 总结着今日得到的情报 对敌人的实力 金无形估摸着 得再提升两个档次 动手的时候 恐怕要再爆发 确保不会出事 免不了 得使用秘术 并且 金无形抬起头来 看着不远处 助力的花神子树 那边 花神子树 还在轻轻摇晃 枝牙石不时往上 撩一撩树关 似乎在为自己 秃头发愁 这一幕很滑稽 但金无形 可不敢轻视这个花神子树 虽不如花神古树 但子树 同样有着不俗的战力 若是萧天真能控制 花神子树 说不定会成为 自己刺杀的弊端 城中暗杀 绝对不行 这在花神子树的范围 所以 还是要潜入城主府中 对这个萧天出手 金无形念刀出声的时候 缓缓迈开步伐 朝着前方那城主府 靠近过去 依旧行走于黑暗 可金无形的状态 却跟先前 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心如止水 波澜不惊 金无形不断调整着 自己气息波动 呼吸节奏 在靠近城主府的时候 仿佛跟天地交汇 与黑暗融为一体 完美的暗杀者 无影无踪 金无形平静着 从黑暗里走过 脚步轻盈而优雅 城主府的守卫 完全无法发现 他的踪迹 近城主府 对金无形 就好像回到自家一样轻松 到了府邸之中 金无形的双臂 轻轻晃动着 与生俱来刺破肌肤的 黑色骨刃 没有发出丝毫的声音 灵气流转于骨内 不断积蓄着力量 很缓慢 但无声无息 这就是误认足 天地钟爱的暗杀一族 城主府中 宴席之上的交谈欢笑声 吸引了金无形靠近 隐匿暗中的他 来到后堂区域 一眼便瞧见 桌旁围坐的众人 围住而坐的众人 欢声笑语 交谈甚欢 金无形 微微拱着身子 积蓄着力量 目光瞄准着 那正在专心吃菜的年轻人族 尽管摘下了面具 可经无形认定 那年轻人族 绝对是那阎罗大天尊萧天 在他脑海中 情报勾勒的画面中 那生有龙角的存在 只是随从罢了 没有痛苦的死去 便是对你最大的仁慈 金无形瞄准着萧天 脑海中 已经描绘了未来的画面 大道之力 迸发之下 他会震荡着空间 借助空间之力加速 借助阴影之道掩盖动静 刀锋掠过敌人的咽喉 泯灭对方的生机和灵魂 而他则是借助 这个冲刺的力量 破空扬长而去 在黑暗中急迟 消失在洛宁城 不留痕迹 哪怕是这年轻人族 强者背后还有人 想要追查 也无从查起 死亡 即将战 等一下 金无形星红的目光 忽然收缩 不对 太轻松了 金无形灵魂都在发颤 一阵后怕 他凭什么一到洛宁城 就能得到这么多情报 主人推测 闯入百花狱之中 乃是二十阶道境强者 金无形理所当然地认为 情报得到的对象萧天 就是那位强者 加上对方气息流露 只是普通人 显然 大道质简 气息内敛 越普通 越不简单 因此 金无形才将暗杀目标 确定在了萧天身上 可哪里有这么巧的事情 金无形轻轻摇头 释出反常必有妖 主人察觉到的强者 进入百花狱 定然是有所图谋 如果脑子没问题的话 肯定是会选择隐藏自身踪迹 悄无声息地进行调查 暗中去行动 怎么会大张旗鼓 明目张胆地做事 还大声宣传自己的名号 甚至 暴露自己的姓名 太高调 正是如此高调 满城皆知 才让他轻易得到情报 前来暗杀 也正因为当初的情形 满城都知道那龙丘道 为随从 萧天为主 再看桌上情形 百步之一的花精神 跟龙丘道交谈甚欢 反倒是那阎罗大 天尊萧天 却在那专心吃菜 默默听着 若萧天为主 怎么会只知道 满足口腹之欲 好一个障眼法 好一个真真假假 金无形深吸口气 缓缓调整着方向 真相 只有一个 金无形的力量 积蓄完毕 目标正对着 龙丘道 你 才是那个主人 察觉到的强者 你 才是让花神子树 忌惮的圣龙 桌边 龙丘道忽然若有所感 抬头看向 对面萧天 发现对方正望着自己 目光满事 可怜 哎 早就告诉你 防人之心不可恶 萧天摇了摇头 继续吃菜 啊 龙丘道 有些恍惚 不知道萧大人 忽然跟自己说这话干什么 刷 一道弥漫黑雾的身影 以极为恐怖的速度 从阴影当中 钻了出来 龙丘道 龙灵强大 灵魂卓绝 自然感知到了金无形 但来不及了 黑刃 掠过了他的龙灵之躯 将其撕裂 龙丘道有些迷茫 碰 下一刻 龙丘道陡然炸开 消散在这天地之间 金无形 直接全力出手 没有保留 从黑暗中顿出的瞬间 空间震荡之下 他的速度奇快无比 提前积蓄的灵气 灌注在黑刃当中 风锐难挡 只是一击 不过一瞬 龙丘道的龙灵之躯 就被直接斩碎 暴力而开 的确 龙丘道灵魂 经过酝氧 待在萧天身边这么久 引动天地灵气 能够爆发出 道径甚至超越道径的战力 但不代表着 他是这个层次的强者 因为龙丘道只是龙灵之躯 以灵魂之力 凝聚天地灵气 化作的身躯 能吃能喝 半生半死 并非是完整的生灵 实际上金无形 斩碎龙丘道身躯的时候 察觉到了不对劲 这并非是斩杀 血肉生灵的情况 太轻飘飘了 双臂黑刃 是他的骨骼 半生的兵器 雾刃足的卓绝天赋 切割东西的时候 那种感触 会尤为的清晰明显 为什么 金无形 有一瞬间的枉然 但很快宁神 借着力道顿入黑暗当中 穿梭于无形之间 转眼之间 他已经冲出了城主府 宛若黑色的闪电 顺着阴影 来到了洛宁城的城门之外 一击击走 这才是 金无形忽然感觉 四周黑暗破碎 后颈似乎被一只手捏住 硬生生从阴影当中 拽了回去 光荡 花精神看到 萧天座位下的椅子 微微颤了一下 对方手中 就多了个身影 对我的工具人 嗨嗨 萧天轻咳两声 猛地将手中身影 往地上一摔 对我的好管家 做出如此惨绝人寰 桑尽天良的事情 还想跑 说完 萧天一脚踩 在金无形胸膛之上 噗哧 笼罩在金无形 浑身上下的黑雾 彻底消散开来 露出一个曼妙女子 女子浑身穿着贴身黑衣 修长的双臂生 长着黑刃 容貌冷艳绝艳 头顶黑色的利刃独角 更添一分灵力美感 你 金无形刚准备开口 却发现 踩在身上的脚 力道忽然提升 咔嚓 肋骨断裂 金无形瞪大着双眼 张口吐着鲜血 剧烈的疼痛 瞬间席卷全身 我没让你说话 萧天目光冰冷地 看着对方 缓缓说着 倒在地上的金无形 颤抖着伸出手 纤细的食指 死死拽着萧天裤腿 想要挣扎 却根本使不上力 旁边 花精神 花财头两父子 才如梦初醒 反应过来 发生何事 萧恩公 这实在 花精神有些慌乱 急切地向萧天解释 旁边花财头 则是对萧天的战力 再次感到吃惊 太强大了 明明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女杀手 明显是已经逃走 可萧恩公 是怎么抓回来的 不过 花财头立刻反应过来 萧恩公 龙丘前辈他 别慌张 这跟你们没关系 他毕竟是二十阶道径嘛 哪里是那些 守卫防得住 萧天摆了摆手 示意他们 不要太紧张 至于龙丘道嘛 随着萧天的话音落下 旁边天地灵气 忽然再次凝聚 灵魂之力 涌动而出 龙丘道再次凝聚了一道 龙灵之躯 只是相比之前 明显是要虚弱太多 呼 龙丘道恢复 龙灵之躯后 看到了 被萧天踩在脚下的金无形 雾刃足 萧天看向龙丘道 你知道 龙丘道点头 向萧天解释 萧大人 这一族 是擅长暗杀的种族 天赋卓绝 浑身弥漫黑雾 能轻松地隐匿黑暗中 除此之外 便是天生古刃 随着实力提升 而愈加的坚韧强大 就算是损坏了 修养后 也能慢慢长好 讲到这里 龙丘道也是心有余悸 好在自己 将灵魂本源的核心 送到了萧天的十海空间中 尽管这么做 萧天一念之间 就能将自己 完全磨灭 他 也将是萧天绝对的奴仆 但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萧天愿意 自己灵魂本源 在不在对方十海 都是被随意抹杀的份 不如放到 对方十海之中 反而有了绝对的安全 今后有人想要 抹杀自己 就得抹掉灵魂本源 要抹掉灵魂本源 就得杀了萧天 想要杀掉萧天 就得睡个好觉 做梦 这次故意没出手 阻拦他暗杀你 就是为了 给你一个教训 萧天这时 指着龙丘道 训诫出声 早就告诉你 防人之心不可无 你还总劝我说想太多 这世上没那么多人 会无缘无故害人 那我问你 认识他吗 有仇吗 还不是要来杀你 迫害你 别以为你活得久 就能看得透 这个世界 很险恶很残酷 特别是咱们这种 优秀的存在 每时每刻 如履薄冰 小心翼翼 瞧瞧 幸好这次只是 暗杀手段拙劣 并不称职的杀手 如果碰到专业的杀手 上来直接战力全开 凌空一记杀招 将整个洛宁成红为平地 怎么办 你就算活下来 那些无辜的百姓死了 你良心过得去吗 以后还是要谨慎 谨慎再谨慎 萧天语重心长 一边说 一边轻轻拍着 龙丘道的肩膀 嘿嘿 躺在地上的金无形 剧烈恪守着 星红的鲜血 不断喷出 他瞪着双眼 萧天 真的是主人说的目标 而且实力比想象中 还要强大 他错了 他瞎了 这家伙 真的脑子有问题 先前做的一切 不是障眼法 不是真假遮掩 更让金无形 无法接受的一点 便是萧天 对自己的评价 什么叫做手段捉练 什么叫做 不称职的杀手 什么叫做战力 全开凌空一击 毁灭全城 才是专业杀手 这他娘的不是杀手 这叫狂战士 金无形有些委屈 他这一生 第一次落泪 他觉得自己 被狠狠地羞辱了 他觉得萧天 在玷污自己 引以为傲的杀手生涯 瞧见没有 悔恨的泪水 萧天指着金无形脸上 混着鲜血的泪水 望向龙丘道 龙丘道满脑子的问号 来了个超级加倍 萧大人 悔恨什么 他悔自己学艺不经 他恨自己辱没了 暗杀一族的名声 萧天看着金无形 叹了口气 浪子回头金不换 既然知道悔过 我就给你一个鸡 金无形催了口血沫 打断萧天话语 我根本不是要杀龙丘道 我真正的目标是你 只是认错了 老娘是误认足 年轻一代杀手榜 排行第一 你个傻 咔嚓 金无形浑身骨骼 被萧天迸发的力道 彻底震碎 气绝身亡 死到临头 还要妖言惑众 胡说八道 给你机会不珍惜 留你不得 萧天的力量 何其恐怖 力道贯穿金无形全身 便是将其生机 彻底断绝 十海都为之震荡 灵魂泯灭 当时龙丘道失心魔 处理起来的确麻烦 强大的灵魂 让萧天无从下手 可灵魂还在身体里 就简单得多了 金无形临死 都是瞪大着双眼 一幕幕走马观花 仿佛看到了他这一生 暗杀对象一个个 走到了其面前 你不是一个 称职的杀手 嗯 死之前的幻觉 给了金无形 无双暴击 龙丘道看着这杀手气息 萧米之下 身躯都轻轻震战了一下 瞪着双眼死不明目 沉默不语 对于这种反派敌人 你永远可以相信 萧大人 能让对方最有应得 只不过 金无形临死之前的话 让整个场面 陷入了诡异的尴尬气氛当中 花精神和花财头两父子 老老实实地站在边上 也不说话 默默地揪着头上的花瓣 自己玩自己的 龙丘道也不敢出声 心里只是暗恨 这个金无形 嘴太快了 你死了倒是痛快 咱们这帮人 要遭殃 沉默了很久 萧天率先开口 打破了沉默 一看此人 心思就不简单 死之前还要攀咬一口 混淆试听 若是真的听信了他 你属于防范 被杀手抹去这身躯 就中计了 并且 还会让我们调查的发现 发生偏移 你们说我的分析 对吗 萧天说完 面带微笑地看着三人 萧大人 您分析的很有道理 龙丘道不住点头 义正言辞 不仅如此 他临死之前说这话 摆明了是故意激怒您 如此一来 他背负的秘密 才能永远地隐藏下去 其险恶用心 过有之而无不及 咱们绝对不可以重解 龙丘道越说越激情 言语铿锵有力 掷地有声 旁边花精神 都惊呆了 这都可以 龙丘前辈 不愧是萧恩公身边的老人啊 这话说的 还超水平发挥起来 我才书学浅 若非萧恩公 说出其中阴谋 我只怕都要被蒙在鼓里 花财头突然开口 恍然大悟 向萧天拱手 多谢恩公指点迷惊 花精神望着儿子 大受震撼 我这个儿子 怎么回事 下一瞬 他陡然反应过来 急忙向萧天开口 我也这么觉得 说完的花精神 轻轻地抹了把汗 目光 则是停留在地上的金无形身上 心中震战 萧恩公的实力 好可怕 如此强者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 被萧天给踩死了 他记得这个误任族的杀手 当出百族会议的时候 他们一族 刚出关地上任刑罚长老 二十阶道尽的强者 出关厮杀的时候 就是被他突兀出手 暗杀身亡 结果 到了萧天的手中 却如此地脆弱不堪 痴痴 可就在这个时候 奇怪的动静响起 打断了有些尴尬的气氛 众人纷纷偏头 清楚地发现 地上金无形的尸体 如同冰雪消融 竟然化作黑红气息 没入其下方的土地中 诡异至极 萧天深吸口气 陡然放开自己的压制 瞳孔略微收缩 墓里得到了解放 天地之间瞬间 发生了变化 所见之处 进阶是被划分解剖 变成线条 已经五颜六色的区域 脚下原本坚实的土地 也变成黑白的线条 萧天能清楚地见到 金无形消融身躯后的血色气息 落入了地底深处 被那潜藏下方的壁律根系 彻底吸收 而且 还有争抢 当萧天抬头朝着左右四方 看过去的时候 龙丘道的龙林之躯的构造 花财头和花精神的构造 也是被分解成线条 除此之外 视线再不断地延展出去 密密麻麻 数之不尽的讯息 如同潮水一样 涌动而来 朝着萧天脑海当中 灌注过去 十海空间 昏暗的空间中 系统旺财粉色的长发飘舞 笔直的黑丝长腿并拢 助力在萧天灵魂不远处 黑暗的空中 不断有着流星落下 朝着萧天的方向砸来 渴望财纤细的手轻轻一招 那些流星 便是化作一丝丝的星光 没入她眉心当中 主人 搞定了 外界 萧天封闭感官 晃了晃脑袋 信息量太大了 当她目光所过之处 几乎是将百花玉 整个都分解剖析 要不是 她感官封闭得及时 只怕目光 还要穿透空间 扫荡诛天万界 讯息太多 要是真这样 她萧天 就只能愣在这里 看个不停 听个不停了 要让萧天 来处理这些事情 她还真不擅长 但是 让系统来帮忙处理 就轻松多了 她死亡之后 残存的血肉之力 已经被花神古树 和洛宁橙花神子树的根系 彻底吸收 萧天揉了揉鼻翼 舒缓双眼 花神古树 花精神有些吃惊 这是他们一族圣树 当初被控制 就很诡异了 如今还吞噬血肉 你们一族 这个圣树发达的根系 遍布了整个百花玉 不断汲取着这个介玉世界的养分 壮大她自身 若非是 你们过去的先辈 阴差阳错 在她还算弱小的时候 取了她的枝干 种植在百部 有百株花神子树 跟她抗衡争抢 你们一族早磨了 萧天嘖嘖称奇 刚才看了之后 她才知道 这花神古树和花神子树 根本是百花玉的寄生虫 贪婪地趴在 这个介玉世界之上 掠夺着 一切 萧天的话 让花精神 和花财投心神俱阵 花神古树 竟然不是 避佑他们一族的存在 而是掠夺他们一族 可萧恩公 花精神欲言又止 这对他的心神 冲击实在太大 旁边 花财投有些奇怪 萧恩公 咱们一族自出生起 就被古树 子树祝福 好处繁多 怎么会 花财投话 还没说完 就硬生生憋了回去 因为萧天 已经走到跟前来 想知道为什么 很简单 萧天说完 伸出手一把拽住花财 头脑袋上的大红花 用力一拔 不 花财投惊恐地 看着自己的头花 被萧天暴力地拽下来 痛苦至极 萧天动作很快 都没让他们反应过来 脑袋上的大红花 就被拽下来 花财头脑袋 被摘掉了花 立刻是喷涌着鲜血 满脸的火红 气息 更是以极快的速度 违抿下去 萧恩公 我们花头族 被摘掉头花 会死的 旁边花精神回过神来 焦急万分之开口 慌忙上前来 他们一族的头花 十分坚韧 寻常想要拔掉 那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 随着境界提升 这头花 更是会愈加强大 甚至还能抵御攻击 如同天生的头盔 可一旦头花 被拔掉 就会彻底地死去 头花 代表着 他们花头族的性命 那些死去的花头族 头花也会凋谢 飘散在这天地之间 谁曾想 萧天的力道 竟然这般恐怖 暴力出手之下 直接摘掉了 儿子的头花 萧恩公 我们一族的头花 莫非有问题 花财头抬手 是一父亲不慌 而是看向萧天 萧天要害死自己 何须这么麻烦 其实 结合对方刚才话语 花财头已经有所猜测 萧天点头 忽然摊开手来 花瓣 凋零挑开 露出萧天掌心当中 一枚火红的果子 吃了 萧天将火红的果子 递给了气息 微米的花财头手中 旁边的花精神 看到这一幕 都被惊呆了 儿子的头花当中 竟然孕育着一颗果实 可为何过去 他们一族死去 头花凋谢 却没有这种 轰隆 花精神的脑海中 宛若雷霆轰鸣 浑身颤抖了起来 花神古术 花神子术 原来肖恩公口中的掠夺 所谓的寄生 竟然是这个意思 花头族的族人 出生的时候 就会有花神树的 枝叶藤蔓生长而出 轻浮头顶 这 就是祝福 被祝福的花头族 才会头顶生花 没被祝福过的花头族 经常会在年幼的时候 夭折 最后凄惨地死去 只有被祝福过的孩子 头顶生花之后 才能健健康康 安然无恙地长大 并且 哪怕是年幼 也不惧寒暑 体质强健 所谓的祝福 所谓的福顶生花 其实是寄生 花精神言语之间颤抖 感觉自己的世界 在彻底地崩塌 过去 他们花头族 祭祀侍奉的花神古树 实际上 是在圈养着他们一族 那么过去那个时代 没被祝福夭折的孩子 是不是花神古树 暗中所为 目的是让他们一族 彻底相信 只有被祝福的孩子 才会安然无恙地活下去 萧大人 谢谢您 已经逐渐虚弱下来的花财头 朝着萧天公身行礼后 将那火红的果子 放入了口中 咀嚼吞咽 熊 熊 烈焰陡然从花财头体内 涌动而出 瞬间是萦绕他全身上下 炽热的烈焰 是将旁边的花精神逼退 萧恩公 这是 花精神看到儿子一撞 连忙望向萧天 不破不裂 别着急 萧天看着燃烧的烈焰 脸上露出笑容 看样子 这个花神古树的祝福 的确是在汲取 你们一族的本源 如今 本源回归了 碰 烈焰崩开 显露出了 里面花财头的身形 头顶的血液 已经被烈焰烧灼干净 取而代之的是 柔顺的碧绿长发 披萨尔来 哗啦啦 远处 骆宁城的花神子树 无风自动 那碧绿的嫩叶 忽然被席卷而来 环绕在花财头的身躯四周 那些嫩叶 化作柔顺明亮的长衫 加持在了 它的身上 原本脑袋顶上 长着一朵大红花的操汉子 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 则是碧绿长发 如瀑披萨背后 肤白胜血 体态修长 俊美无比的男子 长长的碧色 睫毛颤抖 花财头 缓缓睁开了双眼 碧绿的瞳孔当中 隐约有着花环的纹落 气息 轰然迸发而出 节节攀升 一直到十五街混沌镜 才堪堪停止下来 旁边的花精神 都已经傻了 若非是眉宇之间 还能看出一些痕迹 他都要怀疑 这个美帝不像话的男人 算不算自己儿子 原来如此 花财头轻声开口 感受着脑海中 传来的传承信息 若有所思 很快 他从沉思中行转过来 向萧天略微躬身 萧大人 本源回归 我脑海中得到了传承记忆 不过 花神古树过去的岁月 从中作梗 血脉的传承 有所缺失 相较过去 唯唯诺诺的花财头 如今的他毕恭毕敬 比起过去 对萧天态度更加尊崇 但整个人却显得优雅从容 跟原本有些滑稽好笑的模样 完全不是一个人 有点意思 你脑袋还能开花吗 萧天瞅着花财头头顶 好奇询问 花财投露出微笑 轻轻挥手示意 头顶之上再次绽放出火红的花朵来 可下一刻 头顶的花朵凋谢 那火红的花瓣飘散而开 落在这后堂前的院子四周 绿芽破土 眨眼之间是遍地红花 我们一族 维花神族 根据残缺的传承记忆 似乎是源自古老时代 起源于一个古老的强大种族 这种让您乐一乐的小把戏 还是可以做到的 而且 根据传承记忆中 我们一族是有培育花神术的办法 并且天生有着压制的能力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 这花神古术会 暗中掠夺我们一族的血脉本源 让原本优雅的花神族 变成了滑稽的花头族 花财投欠身形礼 向萧天一一秉明 萧天轻轻点头 笑着看向旁边的花精神 朝着对方勾了勾手 来 脑袋伸过来 花精神 不 拔了头顶的花 吃了当中的果 浴火重生 焕然一新的花精神 也是出现在萧天面前 如同花财投一样 花精神也是变得极为俊美 容貌让人惊艳 好家伙 这花神族 不会都长得很漂亮吧 萧天摸着下巴 打量着面前的两父子 可惜了 其实以前花头族的样子 还挺有意思的 龙秋道 花神族听过没有 说着 萧天偏头 看向龙秋道 龙秋道摇了摇头 面色凝重 从没听说过 萧天看着龙秋道 那么 一次古神族的家伙 来到百花玉动手 应该是为了这些实际上 是花神族的家伙 古神族和花神族 就从名字来说 定然有关联 龙秋道听的萧天话语 反而有些许的不习惯 萧大人竟然没说那股神族 这一切都是为了针对他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着实让人感到意外 不过 这古神族是定要拿下的 萧天眯着双眼 言语之间似乎很愤怒 居然派人来暗杀我的人 还想要偷走我的百花玉 简直可恶 萧天说到这 看着龙秋道很生气 打 打龙也要看主人 暗杀你 就是暗杀我 尽管放心 这口 乐器我帮你出定了 就算你能忍的了 我也忍不了 讲到这里 萧天重重地拍了拍 龙秋道的肩膀 宽慰对方 别伤心 别难过 有我 龙秋道 好吧 他话说得太早了 对不起 是他鲁莽了 萧大人 咱们接下来 应当怎么做 花财头声音轻柔 向萧天行礼询问 其姿态 已经是完全将自己 当做了萧天随从 先让你们洛宁城内的花头族 都变回应该有的模样 萧天自顾自地坐回来桌边 提起筷子继续吃 同时 看了眼龙秋道 你去忙活一下 等我吃饱喝足 睡一觉之后 直接去花神古树那看看 对了 稍微看着一点 龙秋道行礼 表示自己明白 他知道萧天此举 到底为了什么 显然是想看看 整个洛宁城的花头族 都拔掉了头花 恢复花神族的姿态 会对城中的花神子树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当花头族 恢复原本花神族的族群时 又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旁边 花财头和花金神两父子 也向萧天行礼告别后 跟随着龙秋道 一同离开 协助办事 尤其是花金神 他身为洛宁城城主 又是掌管洛宁部之人 一些调令 只有自己才搞得定 他在 龙秋道替萧天办事 更方便更轻松 更何况 他跟儿子的容貌变化成如此 实力提升 气息与众不同 更有说服力 事实上 花金神的想法 确实没错 等到他们两父子 跟着龙秋道出了城主府 首先找到的 就是守城卫军 已经洛宁城中 帮忙协助管理的族人 顶着五颜六色头花的族人 看到花财头 和花金神 两父子模样 都是面露一色 惊奇万分 尤其是他们 从两父子的口中 知道真相 都完全猛掉了 一边听 一边忍不住 摸着自己脑袋上的头花 感觉恍若梦中 头顶的花 竟然不是祝福 居然是掠夺他们种族本源 压制着他们存在的东西 在花精神 和实力提升的花财 头帮助之下 守城为君 以及这些族中职士 纷纷摘掉了头花 吞吃了里面酝酿的果子 各个都是身躯被点燃 烈焰焚身 等到炽热燃烧的烈焰 缓缓消散而开 容貌各异 但是姿色绝艳的男男女女 都是注立在这片范围 还真是 漂亮得很啊 被这已经蜕变的 花神族包围的龙丘道 忍不住感慨 花头族变成了花神族 对龙丘道来说 如同从一种花园 到了另一种花园内 并无差别 已经是彻底转变的花神族们 情绪十分激动 纷纷散开来 朝着骆宁城各处过去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让自己的族人 统统变回原本的姿态 这骆宁城当中的天地灵气 居然越来越纯净了 龙丘道行走在骆宁城中 感受着天地之间气息 嘖嘖有声 旁边 随行龙丘道身侧的花柴头 附和开口解释 龙丘前辈 我们花神族 传承记忆当中的功法 修行的时候 本身就会进化 四周天地灵气 根据功法的介绍 这样是利于灵植的培育 也利于灵药方面的种植等等 这本身也是我们一族 过去擅长的事情 讲到这个地方 花财头是摊开双手 全力运转体内的功法 给龙丘道展示起来 花财头全力运转功法 站在原地 闭目修炼后 龙丘道能观察到 四周天地灵气 立刻是灌注进入其体内 但并非全部用来修炼 而是这大量的天地灵气 不过在其体内 转了一个圈 只是留下来了一部分 可从花财头体内 涌动出来的灵气 纯洁干净 单单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幻境中 就会让人心旷神疑 难以自拔 龙丘道没想到 摘下了头花 花神族这净化天地灵气的能力 反而要更加强悍 而且 难怪花神古术 不让你们一族恢复本质 真是天生的克星 龙丘道一边说 一边看向了 城中央的花神子树 此刻 花神子树是老老实实 乖乖巧巧 原因就是 被花神族体内运转的功法 进化之后的天地灵气 对这树有着 极大的克制作用 过去 骆宁城城主花精神 如果真的跟那城中的 花神子树动手 只怕都并非能打得过 如今 花精神只是需要 运转体内的功法 就会死死镇压 花神子树 让它无法抗衡 花神子树是好东西 按照传承记忆的记载 生长的能力很强 并且能帮忙管理药田 自身也是上好的材料 对我们花神族的修炼来说 更有极强的助力 花财头继续解释 向龙丘道说明情况 他知道 这些解释 龙丘道定然会跟肖大人秉明 若是这样看事情 就有些奇怪了 龙丘道看着城中央的 花神子树 眯了眯双眼 花神族 既然如此克制花神树 你们百花域的花神古树 为何会把你们花神族 变成了花头族 花财头轻轻摇头 背着双手 眺望着城中央的花神子树 不甚清楚 其中恐怕酝酿着 什么秘密吧 说不定 等到明日时分 肖大人休息好了 前去古树那边一探究竟 就清楚了 龙丘道同样看向花神子树 大声道 花财头汗手 目光瞥向一旁 体内灵气暗自运转 大 手臂忽然被抓住 花财头看向了龙丘道 皱着眉头 龙丘前辈 别搞什么动静 让肖大人好好休息 他明天一大早 还要去你们花神古树 揪出偷到他的百花玉贼寇 龙丘道松开花财头 再次大声开口